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公元452年 北魏太武帝托巴韬被宦官宗爱所杀 应该是杀的比较隐秘 所以宗爱并没有第一时间成为被诛杀的对象 当时的几位大臣们也是主要在忙活着立新皇帝 有两种意见 一是立已故的太子托巴黄的儿子托巴郡 另一种就是立已故太子的三弟托巴汉 因为二弟托巴佛罗这个时候已经死了五年了 正在犹豫徘徊之际被宗爱得到了消息 宗爱一想 这俩人和我的关系好像都不太好 谁当皇帝对我来说都没什么好处 于是他就打算立与他关系比较不错的托巴鱼 也就是托巴涛的小儿子 但是宗爱虽然是杀了一代英主托巴涛 不过他终究是一个小人物 并没有拥立的能力 于是他又想起了自己的传统手艺 就是设计把几位大臣 以及他们要拥立的托巴汉全部杀死 最后成功的帮助托巴鱼登上皇位 这就是北魏的第四位皇帝 宗爱也因为拥立之功 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 大权在握 并且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被封王的宦官 托巴鱼登基之后没多久 怀疑宗爱作乱 于是又谋划夺权 宗爱知道后又生气了 心想我一个宦官还能做什么乱 还能徒你的皇位怎么的 我不就是想活着吗 非得逼我打打杀杀 于是宗爱再一次的使出了传统手艺 又把托巴鱼给杀了 成为了历史上唯一一个连杀两位皇帝的宦官 也真是给宦官们长脸了 托巴鱼死后 大臣们拥立了最有资格的已故太子的儿子 13岁的托巴骏为帝 北魏的第五位皇帝 文成帝 小皇帝一上来就灭了宗爱的三竹 一个一不小心就创了两项记录 将北魏搅和成一锅舟的小人物宗爱 终于是蹦打到头了 也正是趁这个比较混乱的时候 南边刘宋的刘一龙 发动了第三次被罚 结果就是连这种状态下的北魏都打不过 煞雨而归 太武帝托巴鱼在位期间 虽然是版图越来越大 但是连年征战 穷兵独武 已经快将国家掏空了 所以文成帝在位期间 主要是以修养生息为主 所以是不是每一位南征北战的皇帝背后 都基本留下了一个外强中干的帝国 都需要一位给老皇帝擦屁股的儿子呢 比如汉武帝 比如乾隆 文成帝的修养生息政策 包括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 减轻民众的赋税 废除了太武帝时期比较激进的灭佛政策 并且开始修建云岗石窟等等 还是那句话 修养生息的政策都是比较相似的 并没有什么态度好说的 公元465年 26岁的文成帝托巴骏 英年早逝 他为北魏帝国做了三件事 第一就是留下了一个强大稳定的国家 第二件就是娶了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冯太后 第三件就是生了一个迷一样的儿子 也就是北魏的第六位皇帝 十年12岁的魏宪文帝托巴红 12岁一方面是比较年幼 另一方面是需要为自己的老爹扶桑 所以战时是由冯太后临朝称之 而冯太后此时也没有实权 朝政是由太原王乙魂把持 应该这么念吧 乙魂位居诸王之上事无大小 都由他来决断 为了独揽朝政 他还杀了不少的大臣 朝野为之震动 然而魏书对这位支手遮天的乙魂 却只记录了寥寥几笔 就被冯太后给设计斩杀了 可能是冯太后的手段过于伶俐 乙魂根本就不是对手吧 朝政大权就正式的落在了冯太后手里 接下来我们先来简单的记出一下 之后魏书上所记载的事情 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先放一下 公元467年 县文帝拓跋红生了第一个儿子 起名叫拓跋红 对拓跋红生了个拓跋红 你说气不气人 当然这两个红的写法不一样 冯太后因为长孙的出生 决定停止临朝 将朝政还给了县文帝拓跋红 自己专心的去宠男宠去了 拓跋红觉得你这个后宫也太淫乱了 搞得外面风言风语的 我不要面子的 于是就找了个机会 将冯太后的男宠给杀了 冯太后非常的不高兴 所以后来县文帝拓跋红被杀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这可能是冯太后干的 当然这是后话了 现在皇帝还没死呢 县文帝虽然治理国家的能力非常不错 但是生性喜欢黄老浮屠之学 就是思想比较虚空玄幻 不怎么留恋皇位 于是就对群臣说 我要把皇位让给我的叔叔拓跋子推 这一年是公元471年 县文帝拓跋红才刚刚18岁 不知道群臣对这位薛奇方刚的皇帝 提出善让是如何的震惊 而善让的对象居然又是自己的叔叔 那断然是不能接受的 最终群臣达成一致 就算是要善让 也是要善让给自己的儿子 也就是当年只有5岁的儿子拓跋红 这就是北魏的第7任皇帝 日后鼎鼎大名的魏孝文帝 因为他积极的推崇汉化 于是日后为北魏的皇族改了个汉族的姓 是姓元 所以感谢他的这一举措 之后我们就叫他元红了 而拓跋红就专属于他爹 这个时候的拓跋红年纪轻轻的就当上了太上皇 但这个太上皇并没有像开始说到那样 退居幕后参禅悟道 而是国之大事贤以文 也就是依然在把持朝政 过了5年 公元476年 依然是年纪轻轻的 23岁的太上皇拓跋红 英年找世 上面说了 当时就有人怀疑是冯太后干的 这一年的元红只有10岁 所以朝政就又回到了冯太后的手里 在魏书上的记录 差不多就是这个过程了 这里面的疑问实在是太多了 显然这是有太多的冯太后和拓跋红的 明争暗斗并没有被记录下来 我们稍微简单的分析和推断一下吧 首先是冯太后让拳 说是因为拓跋红生了个儿子 所以可能觉得是不是皇帝已经成年了 就把拳让给了拓跋红 很显然这个理由非常的牵强 很有可能是冯太后此时 与拓跋红的斗争落了下风 所以才让拳的 最后是拓跋红的善让 应该是被迫的 也就是这个时候冯太后处于上风 迫于冯太后的压力 但是冯太后主要就是想夺权 并不是非得让他善让 所以善让的话 又可能是他的主动出击的结果 而善让的对象 肯定是要善让给自己的儿子的 那么为什么他又一开始 善让给自己的叔叔拓跋子推呢 这应该是一招以退为进 我要是直接说老子不干了 善让给自己的儿子 那么大臣们肯定是不同意的 那我就干脆过分一点 我就善让给自己的叔叔 大臣们一听肯定是说 不能善让啊 你这年纪轻轻的 怎么能抛弃臣民呢 就算是善让也要善让给你的儿子 怎么能善让给叔叔呢 他拔红一听 好吧 那就善让给我的儿子好了 目的达到 那么为什么要善让给自己的儿子呢 不善让是冯太后抢自己的权力 而善让之后 儿子五岁 那么就是自己和冯太后来抢儿子的权力 谁更名正言顺呢 肯定是我这个太上皇啊 自古以来 太皇太后哪有几个能够干得过皇太后的 更别说能干得过太上皇了 于是这一招一出 冯太后应该是就败了 不过不甘心失败的冯太后 终于是使出了大招 直接弄死了太上皇 再一次的独乱朝政 当然以上这一个过程呢 都是我个人的一个 觉得比较合理的猜测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应该是没人知道了 毕竟魏书上并没有多说 其他的书上的 也应该都是一种猜测 总的来说 冯太后虽然是为了自己的掌权 不择手段 但是就和武则天一样 他也是非常有治理国家的能力的 孝文帝虽然是受制于冯太后之下 但是还是从冯太后那里 得到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国家 也从冯太后那里学习 并继承了不少治理国家的理念 比如说他最著名的汉化改革 其实从北魏建国的 道武帝拓跋归开始 就已经有了汉化的影子了 毕竟低等文明 可以在军事上征服高等文明 但是要彻底的征服 那就必须要学习高等文明 比如说设立宗庙 赴死子祭 重用汉人为官等等 而到了太武帝拓跋涛时期 甚至是开始尊孔修文 推行楷书 冯太后12岁的时候就已经进宫了 15岁就当了皇后 是亲眼看着文成帝拓跋郡 如何的通过重用汉官 比如说高允来治理这个国家 并使这个国家变得强大的 所以冯太后推行汉化的理念 也是一脉相承的 到了孝文帝时期 将这一理念推向了高潮 公元490年 50岁的政治女乡人冯太后实施 24岁的精神小伙 为孝文帝圆红 终于是可以一展拳脚 打赶一场了 当然具体的各种措施 依然是比较枯燥的 比如说起汉名 说汉话 穿汉服等等吧 我们就不罗列了 只说一个其中影响最大的一项 就是迁都洛阳 公元493年 孝文帝召集百官 宣称要大举攻华南朝的良旗 大军行至洛阳的时候 刚好赶上了阴雨连绵 于是就在洛阳休整 第二年孝文帝就宣布 彻底不走了 就正式的定都洛阳 看上去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阴谋 其实是阳谋无疑了 带着文武百官去御驾亲征 估计只有傻子 看不出来是这么回事吧 我们看一眼地图北魏从原来的平城 迁都到了洛阳 相当于是帝国的北部边疆 迁到了南部边疆 这是政治中心的大转移 是战略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一场文化的大转移 大幅度的汉化政策也随之出台 并因为是迁都了洛阳 而得以更顺畅的实施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 原来平城附近的居民 一下子就从国家的中心 变成了边远地区 不说心理上的落差吧 实际上的政策待遇也是出现了较大的落差 估计房价都立马崩盘了吧 而牵到洛阳的鲜卑贵族 逐渐的汉化 再回头去看那些没有牵过来的 曾经的老哥们们 估计心里立马就冒出来了两个词 粗鲁 蛮夷 不可理喻 这由南向北的鄙视链就出现了 只是在一代英主魏孝文帝时期 这一切的矛盾 还都处于他的声威震慑的范围之内 但是暗流涌动不代表没有暗流 一旦国家出现点风吹草动的话 比如说朝政混乱了 国力下降了 皇权柔弱了 这些暗流就会掀起惊涛骇浪 公元499年也是一个非常好记的年份 魏孝文帝英年找世 十年33岁 魏孝文帝总共有五个儿子 在历史上都是有点细分的 有意思的是除了老大 曾经的太子元荀 其余的四个 要么是当了皇帝 要么是后代当了皇帝 公元493年 也就是孝文帝南下准备迁都洛阳的这一年 元荀12岁 被立为太子 元荀不喜欢读书 也不喜欢洛阳的天气 于是打算返回平城 走之前杀了一个多管闲事的 叫高道岳的人 结果就被孝文帝知道了 打了他一百多下的手杖 一个月都起不来床 并且在公元496年的时候 废为平民 又于第二年被告谋反 最终是被刺死 所以继承为孝文帝皇位的是 二儿子元克 对就是北魏的第八位皇帝 宣武帝 继位的这一年17岁 这应该也算是一位非常不错的皇帝 至少他的执政前期是这样的 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扩建了洛阳 估计是当时有人嫌弃洛阳太破太小 想回老家平城 扩建后问题得以解决 应该是稳定了 孝文帝迁都的一个成果 第二年 他又趁着南朝齐皇帝 肖宝圈的昏庸无道 进行南伐 夺取了四川地区 之后又在北方收拾了一下 柔然北魏的领土 进一步得到了扩展 国事盛级一时 公元515年 在为16年的宣武帝元克去世 和他老爹孝文帝一样 也是活了33岁 北魏连着出现了两位英主 却又都在33岁的时候 英年早逝 也算是命吧 北魏从此开始 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之后 于公元534年 迅速的分裂并灭亡 从515年到534年 这19年的时间 先后经历了至少8位皇帝 且无一善终 而如果是除去元克的儿子 允许的13年 那就是6年换了7位皇帝 并且无一善终 听上去就非常的血腥 时间关系 这是我们下一期要讲的内容 这期还有点时间 我们来说一下 宣武帝元克废除的一项制度 首先我们先来关心一下 前几位皇帝的生母 从孝文帝元宏开始 元宏生母死的时候 元宏被立为太子 拓跋宏生母死的时候 拓跋宏被立为太子 拓跋郡生母死的时候 拓跋郡登基为帝 拓跋晃生母死的时候 拓跋晃刚出生 拓跋涛生母死的时候 这一年没啥事 拓跋四生母死的时候 拓跋四登基为帝 拓跋圈生母死的时候 拓跋圈成为开国皇帝 到这里我估计 你应该已经看出来了 皇帝的生母 要么是在皇帝出生的时候死了 要么是在皇帝当太子的时候死了 要么就是在皇帝当皇帝的时候死了 很明显这是一项制度 叫做子贵母死 公元前88年 苟义夫人去世 公元前87年 汉武帝刘彻去世 苟义夫人的儿子刘富林继位 这应该就是子贵母死 最著名的先例 当然这也是特里中汉一朝 仅此一例 而到了北魏 这却成了一项制度 其初衷当然是比较好理解的 就是剥夺母族对皇权的影响 但有意思的是 北魏开国皇帝拓跋圈的上位 就是靠母族赫世的支持 结果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 亲手铲除了自己的母族势力 更有意思的是 拓跋圈的死也是因为这项制度 公元409年 拓跋圈立长子拓跋四为太子 并赐死了他的生母 结果拓跋四悲伤过度 日夜豪哭 拓跋圈很生气 心想我这是生了个什么不争气的东西 就招太子入宫 估计是想废了他 甚至是想杀了他 拓跋四悲伤之余 保命要紧就溜了 于是拓跋圈准备立二儿子 拓跋绍为太子 所以就把拓跋绍的母亲 也抓了起来准备处死 拓跋绍得志后 带人入宫就刺杀了拓跋圈 开国皇帝拓跋 估计专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这个为了儿子的考虑的行为 居然反过来被儿子给杀死了 拓跋四听说父亲拓跋归 被弟弟拓跋少给杀了 又跑了回来杀了弟弟拓跋少 然后继位登基 这也就是北魏的第二位皇帝 明元帝 当年悲痛欲绝的拓跋四 似乎并没有打算继续延续这一制度 所以我们看不到任何拓跋涛的母亲 因为这项制度而被处死的证据 照理说这项制度应该到此就断了 毕竟才执行了那么一代 那为啥后面还是又连续不断的 执行了好几代呢 个人推测 很有可能因为这个曾经存在的制度 或者说是先例成为了宫斗的一项武器 一旦哪位贵妃生了长皇子 那么其他的贵妃就会过来诽谤他 并且说当年道武帝托巴龟怎样怎样 于是这项制度就在不断的强化中确定了下来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推测了 一直到宣武帝元克时 才确定废除了这项子贵母死的制度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制度有用吗 应该说在继位的儿子比较年长 且比较有威信的时候是有用的 虽然是缺少点人性 但是至少是没有了母族的干扰 但是一旦继位的儿子比较年幼 那么生母确实是不存在了 但是皇太后还是在的 所以不就出现了一个冯太后吗 甚至是因为这样一种人工的干预 一旦出现太后乱全 那就都是重量级的选手 好到这里 那么我们这期的时间差不多了 剩下的皇帝们我们下期再讲 看一看北魏最后的20年 经历了怎样的血雨腥风 我们下期见了 所有证实都可以说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 感谢观看